记者陈彦听屏东报道,举重比赛若举起同重量得胜体重才能定输赢,没想到上周举办的机器人比赛也最后因为同分野队趁金两才定排名,屏东县的国中小前往参赛就拿下四个第一名,大臣国小,信义与林云国小联队,南州国中两队,四个第二名,温子国小,离港国小,南州国中两队,三个第三名,汤荣国小, 南州国中两队的优异夹击,包办本次赛事国小及国中组所有的冠军,其中南州国中更称霸其所参加两个组别的所有名次,遥控组的一,两名只唱五百克定输赢。 本次工业机器人竞赛由武凤科技大学电机工程系,国立屏东科技大学,台湾工业机器人协会,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主办,今年是第十三届竞赛分十二组,共有来自全国75队,233人参加,对象包括国中小,高中职 及大专院校学生,南州国中机器人社团参加自主控制堆高级搬运,自控组及遥控堆高级搬运,遥控组,包办前三名,顺利搬运才是关键。 南州国中八年级的林余明对机器人浓厚兴趣,从加东乡富及南州乡周围精进写程式技巧,现在以对应对障碍物的搬运路径的架构等技巧一把照。 他说,因为轮胎汉,锣盘不够精密,所以必须透过撞墙对齐直线,虽然会扣分,但能成功搬运货物得分的策略正确。 发现他笑通通被扣到负分,顺利拿下冠军。 张杰,潘慧珍视为二获奖的九年级生,社团赛事无意不语,两人虽有国中会考的压力,但从七年级开始,晚上到社团透过事务学习,现在已懂得调配自己的念书节奏,成绩也排名前面。 而在升学上还有因为机器人比赛的名次加分优势,三年来已向社团里的大姐姐,培养出如家人一般的感情。 南州国中在遥控组的前三名,成绩同分,最后必须得透过撑金量才能排出顺序,以轻着拿下冠军。 而重量只差500克,呈现除。 称霸的困扰。 称霸的困扰。